下面我们就记到我们的第四点二节 先谈到二维钢体的平衡问题 所谓的二维问题包含两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我的结构 我只考虑长跟宽 不考虑深度 因此是一个平面结构 第二个是更重要的 作用在这个结构上的所有的力量 一定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也就是结构所在的那个平面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二维问题 因此如果我把这个平面叫做XY平面 第一点只要是二维问题 我一定没有Z方向的分量 所以FZ一定等于0 所有的外力不会有Z方向的分量 那因为力量都是在X跟Y平面 所以任何力量对任何点所产生的力矩 一定只有K方向 因为我们产生力矩一定要垂直于这个力量 所在的这个平面 所以就只有K方向 因此二维问题就是 只有MZ不等于0 但FZ一定等于0 Z方向的外力一定等于分量一定等于0 但是力矩只有Z方向的分量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我们就假设是反时针转动为正 顺时针转动为负 我们刚刚在上面讲 我一般来讲 我钢体的平衡方程式有6个 可是我把这两个条件带进去以后 我们的钢体的平衡方程式就剩下三个 两个力量的 summation X方向的外力和分量等于0 Y方向的外力在Y方向的分量和等于0 然后所有的力量对任何一点的力矩和等于0 指着力矩和一定是在K方向 所以那我们就叫summationMA等于0 A指的是任何一点 这个力矩就已经变成纯量了 它只有正根负 因为它一定是在K方向 因此二维的问题 每一个钢体我有三个方程式 因此我最多一个钢体 我可以解除三个位置数 所以如果我画出这个自由体图 只有三个位置数 我就可以用这三个方程式 两个外力和等于0 一个力矩和等于0 可以解除那三个位置数 但是注意 如果你画了一个自由体图 出现的位置数超限四个 你方就不够用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画 想办法找出第二个自由体图 我们慢慢后面越讲会有这些例子 你就要找出第二组 第二个自由体图 那又会多三个方程式 然后来帮助一起解 所以敬意学 基本上就是在解年龄方程式 年龄方程式 好 下面要注意了 但是如果是二维问题的话 我的平衡方程式 不一定是用这三个 不一定 这边记住了 是两个力量等于0 一个力矩 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方程式 这我们下面要说的 这个图你们课本上没有 但是观念你们课本上有讲啊 二维的钢体平衡 这些二维的 我们现在讲些二维的 二维的钢体平衡 时候 不一定要两个方向的 两个垂直方向 外力和等于0 跟一点的力矩和等于0 才能做平衡方程式 它的平衡方程式 也可以变成什么呢 第一个 所有的外力 沿着某一个方向 L 任何方向 像我右边的图所画的 这个L是一个任意方向 所有的外力 沿着任何一个方向的分量 它的和等于0 以及对另外两点 像这个图的 AB两点的力矩等于0 也 抱歉 也就是说 我平衡方程度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Summation F L等于0 指的是 所有的外力 沿着L方向的分量和等于0 以及对任何两点 A跟B这样点的 力矩和等于0 唯一的差别是有一个限制 A跟B 所连成的直线 不能跟L垂直 AB所连成的直线 不能够跟L垂直 那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再讲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 如果是一个二维钢体 二维钢体 平衡的时候 我这个方程式 这一组 这组平衡方程式 就相等于等效于 这组方程式 记得这是原来的 我这边写的是向量 就是所有的外力 平面 因为这是平面问题 所有的外力 向量和等于0 这个方程就等于 Summation Fx 等于Summation Fy 等于0 我们刚刚前的句话 就是说 这是一个平衡方程式 但是如果我只要说 它沿着任何一个方向的力量 等于0 以及是任何两点 只要AB没有垂直L 这个方程式 就可以代表这个东西 可以代表这句话 右边这句话 而右边的这句话 就是原始的平衡方程式 也就是说 我到时候我可以用这一组 取两点的力矩 那有同学会问 我为什么要两点力矩 因为你知道 我们等一下会有个例子证明 如果你是用这种平衡方程式 有时候你不介绍解联绿方程式 你的问题会简单一点点 我们等一下给各位看 下面呢 我们先来证明 为什么左边这个成立 右边的这个就会成立 我们很简单的证明给各位看 好 第一点 注意 如果 我们参考右边的这个图 如果我对 整个外力对A点的力聚合 是等于0的话 那代表什么 这个要不然就是Summension F 整个这个力的向量等于0 就是Summension F等于0 要不然就是这个Summension F 一定会通过A点 也就是说 所有的外力合的那个向量 要不然就是它自己等于0 因此它对A点的力聚一定等于0 否则的话 它要通过A点 才会对A点的力聚等于0 因为没有距离 所以 这两个条件 Summension F等于0 或是Summension F下来会通过A点 只要M A等于0 这两句话 一定有一个要成立 一定有一个要成立 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Summension F L等于0 也就是所有的外力 沿着L方向的分量等于0的话 也只有两种可能 要不然就是外力和本来就等于0 所以它沿着什么方向分量都等于0 要不然就是这个外力 刚好垂直L Summension F垂直L 向右下角的图 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Summension F沿着L的分量 才会等于0 所以 大家看好 如果是对A点的力聚等于0 这两个条件一定有一个要成立 这个等于0 这两个一定有一个要成立 那这两句话里面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Summension F非等于0 那我们现在假设 假设这个条件不成立 那是不是这两句话就一定要成立 尤其是Summension F叫垂直L 可是我们再看 如果Summension F不等于0 但是呢 我所有的外力 对B点的力聚也等于0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结果 对B点的力聚等于0 也是表示要不然就Summension F等于0 要不然就Summension F会通过B点 但我们已经假设Summension F是不能等于0的 所以表示Summension F一定要通过B点 那如果这三句合起来 Summension F都不等于0的话 这三句告诉我们什么 Summension F垂直L 可是Summension F通过A点跟B点 那结论会变成什么呢 AB一定垂直L 那很明显跟我们的原来的要求是相反的 所以大家注意我讲的逻辑 其实很容易 假定这三个条件 Summension MA等于0 Summension FL等于0 Summension MB等于0的时候 要么就是Summension F等于0 如果Summension F不等于0 剩下的三句话就一定要成立 Summension F会垂直L 但是同时会通过A跟B两点 可是这个结论会导致A跟B就垂直L 那跟我们讲法不如 结论得到Summension F一定要等于0 得到Summension F一定会等于0 因此我们得到了这个结论 这组方程式就对等于这一个 因此当一个二维钢铁平衡的时候 我可以用这组方程式来解 也可以用这个 这里面AB是任意两点 只要AB不垂直L 好 这是第二组方程式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一个二维的钢铁平衡的时候 我的平衡方程式 可能是找两个互相垂直方向的 外力分量和等于0 跟一点的力聚合等于0 也可以找出来外力沿着 某一个方向的分量和等于0 加上另外两点的力聚合等于0 只要这两点不互相垂直 但是事实上还有第三组 第三组就是 如果一个二维钢铁平衡时候的 充分必要条件 也可以是对任意三点的力聚合等于0 Sumation O等于0 MP等于0 Sumation Q等于0 但也有个条件 这三点不能在同一条直线上 你可以在结构上取任何三点取力聚等于0 也可以解除你要的位置数 但是这三点一定不能够在力聚 在同一条直线 这个证明的方法跟刚刚类似 但更单纯 你们看 如果同样的观念 如果我对O点的力聚合等于0 是不是代表Sumation F等于0 或是Sumation F会通过O点 同样的道理 对P点Q点的力聚合等于0 代表Sumation F等于0 或Sumation F会通过P点跟Q点 因此如果Sumation F不等于0的话 后面这三句话一定要成立 可是后面这三句话代表Sumation F会同时通过OPQ 不就表示OPQ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那这个是矛盾的 所以我们知道前面假设Sumation F不等于0是错的 因此Sumation F就等于0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说这一个这三个条件 也可以等于原来的这三个 好 下面各位补充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三个 我们现在来给各位看看 为什么 我们要用这种平衡方程式 不干脆用这种就好 我们举下面这个例子 各位看一下 这里面根本上的图 我现在这边有个结构 这边有PQS 三个外力是已知 绳索拉着 所以有个张力D 一定是朝外 因为这是绳索 像这边的自由体图所示的 然后这A跟B都是可以滚 所以只有垂直方向的反作用力 所以有A 有B跟D 这体有三个反 有三个作用力 而这个方向都A跟B一定朝上 D一定是朝右 那我们有几种结法 第一种 我们用最原始的方程式来做 我可以用这三个方程式 盖到这个图 然后连立方程式 减三个位置数 但你们先看 假设我是对A点取利据 你们仔细看 对A点取利的方程式里面 会同时出现位置数B跟D 所以我没有办法立刻解除B跟D 我变成有点要解连立方程式的味道 但是我们现在呢 看左边的这一块 左边的这个呢 我是用第二组方程式 我就是用这个观念来解 方程式也一边的外力和等于0 跟对两点 然后你们看取利据 然后你们看取利据有什么优点 好 第一行 如果水平 我L就当作是水平线 所以沿着水平方向的外力和等于0 你们仔细看 这个位置数A跟B都不在 位置数只有D 所以我马上可以解出来 D等于几 第一个水平方向外力和 因为只有PQS三个外力的水平分量 那是以致加上D等于0 所以马上可以把D解出来了 而且你们从这个图可以马上看得出来 我解出来 那个就可以把D本身呢 给解出来 好 而且D一定是正的 因为三个力量都朝左 所以D一定是正的 接着呢 我就设 因为我D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对A点取利据 对A点取利据的时候 唯一的位置数只剩B 因为不要忘了 D我已经知道 所以这个对A点取利据 我可以马上把B给找出来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这个时候对B取利据 我可以找出A 但是你们注意看 我这边讲到有个祸 我这个时候我不见得要对B 因为如果我对B点取利据 方程式里面 你们看会出现什么 如果我对B取利据等于 方向后会出现A 这是A是位置 然而会出现P的XY分量 Q的XY分量 还有S的X分量 只有Y分量不会出现 还有D 我的方程式会写得论得很长 但是如果我反过来 我对D点取利据呢 你们看到特点没有 如果我对D取利据 注意A会出现 A会在方程式里面 B啊 不管我知不知道 它不会在方程式里面 因为它通过D点 D也不会 还有所有的水平分量 P的X Q的X S的X 也都不会 Q的Y也不会 所以如果我对D取利据的时候 我的方程式里面 只会出现A 以及P和Q的Y分量 方程式会简单的多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喜欢用水平分量 何等于零 或垂直分量 喜欢用取利据 因为你取利据 那个点你取得好的时候啊 你的方程式会简化得多 因此要注意 现在告诉各位一个 在做净利学 钢体平分量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要取利据 你有很多点可以选 可是你通常最好选什么点 第一点 三个位置数 你最好是取 其中两个位置数的焦点 以这题来讲 我们先看下面的这个 就算我一开始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取低点 马上 虽然D跟B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对低点取利据 我马上得到A 我不要解连利方程式 所以起利据 选那个点 有两个原则 第一点 最好三个位置数 最好是其中 某两个位置数的焦点 对那点起利据 你这两个位置数 不会出现的 方程只会有一个位置数 第二种就是 越多的利通过的点越好 以这个题目来讲 低点占了这两个优势 它第一点是B跟D 两个位置数的焦点 第二点呢 它总共有PQS的X分量 三个力会通过低点 B也通过低点 D也通过低点 还有S的Y分量 也通过低点 这六个力量 不管以之为之 当你对低取利据的时候 它都不会出现在方程式 你的方程会变得很简单 所以这一题来讲 要取利据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 本来的方程式是两个力 跟一个力矩 我们就会变成三个力矩 是这种原因 有时候你真的看对了点 你不要简连利方程式 而且会简单 下面呢 这个例子我们就是 假定我用的是三个力矩 本身来做 第一个类似的观念 我对C点取利据 你们看 C点取利据 跟对D取利据 一样好 它也是一样 它会有六个力 都不会产生力矩 所以你对C取利据的时候 唯一方程式只会出现 Q的Y分量 S的Y分量 跟B 所以 你马上可以把B就给做出来 你B知道了 那我在对A取利据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D 最后呢 事实上 我们应该是对D取利据 虽然你对B取利据 也会得到A 但是你对D取利据 更好 会得到A 那最后我们再给各位 汇整一下 就记住啊 这个只有二维才适用 三维没有这种简单的模式 只有二维 所以针对二维来讲 我们有三组平衡方程式 一个是 Sumption FX等于0 一个是Sumption FY等于0 Sumption MO等于0 这是一组方程式 就是去 让外力沿着两个 互相垂直方向的分量和等于0 跟任意点的力矩等于0 第二种 就是Sumption FL等于0 Sumption MA等于0 Sumption MB等于0 这一种就是 这个L可以包括S或Y 或任何方向 就是外力沿着任何一个方向 基本上我们说任何一个方向 但我们通常来说 取水平或垂直 也就是这个方程是 等于这左边的 Sumption FX或Sumption FY 然后任意两点 只要记住AB两点 一定不能给你的L垂直 垂直的话 你会发现 A点跟B点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你还是只能解除两个位置数 第三组就是 三个点 例句和等于0 但这三点不能统一直线 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边好像给了九个方程式 实际上你只有三个 你在解平衡方程式 钢体平衡问题的时候 这三种 你只能选其中一种做 你不要说我有九个方程式 这九个位置数 你会发现 这些方程式 如果你通通写出来 最后都会化成类似的 所以记住 虽然这边讲的三组 九个方程式 你可以选用任何一组 但是你只能用一组 你只有三个方程式 不是有六个或九个 你只有不同的选法 但这三种 你只能用其中的一种 这是我们特别要强调的 但你们不要自己去背 反正你就记得 我可以选逆句 也可以选逆句平方和 只要三点不能 我就通通选逆句都可以 OK 通通选逆句都可以 但是一般我们可能 真正最常用到的是这种 也就是什么呢 你先用两个点的例句 先决定三个位置数中的两个 然后第三个位置数 你就用X方向平方 那个分量和Y分量 马上可以减出第三个 一般是这个 我们的一个例子 就是属于这一类 我们会看 这是一个 在我们举例题以前 也就在减钢体问题以前 我们先让各位了解 什么样子的问题 你是可以用平衡方程式解出来的 这个结构 我们就叫做静定结构 Static Determinant 静就是静力学的静 定是决定的定 这种 如果任何一个结构 所有的反作用力 你都可以用平衡方程式解出来 它就叫静定结构 反过来讲 如果你发现 作用在这个钢体上的反作用力 你没有办法用静力学的平衡方式解出来的 就叫静不定结构 那对我们这门课来讲 我只是这门课 如果我给各位的问题是一个静不定结构 那个就叫超出范围 OK 你们碰到的问题一定是静定结构 就是一定用平衡方程式可以解 那什么样子状况会这样子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两个名词 静定跟静不定 还有外界给钢体的限制 有一种叫做Complete Constraint 完全限制 所有的完全限制 就是说 它的限制方式 你会发现这个结构不能移动 也不能转动 完全不能动 就叫完全限制 这个限制就是限制的很好 还有一种叫做不适当的限制 或者是部分限制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结构的限制 它会移动 它可能会朝某个方案会转动 只要你发现这种限制 你直接一看图就觉得这物条将会动 那就变成动力学的问题了 它就不是完全限制 平衡问题一定是属于完全限制 所以我们告诉各位 如果有一个结构是完全限制 而且你发现它的位置数的数目 跟你可以用的平衡方程式一样多 那这种结构就一定叫不定 并静定结构 所以静定结构 基本的观念就是你用平衡方程式 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它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定要这个钢体是完全固定 第二个还有第二个条件 这个结构的位置数 跟你的能够用的平衡方程式一样多 你们不要忘了 二维的话你只有三个方程式 三维也只有六个 位置数的数字跟方程式的数目不一样 不管是多还是少 那都没有满足 一定要完全一样 满足这两条叫静定 只要这两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 它就是静不定 就是静不定 所以在我们正门课的立场 你们拿到题目一定要先看 它是不是完全限制 就是钢体绝对不会动 只要你觉得钢体会动 这个题目就有问题 然后你再来找 找出它的位置数 应该跟你的方程式一地一样多 但我强调一个自由体 二维的只能解三个位置数 如果你真的发现有四个位置数 你不要先说这就是静不定 不一定 你看看是不是有别的 因为你要以整个题目来看 你看看会不会可以画别的自由体图 搞不好给你多三个方程式 所以你是要整体来看 那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 好 这是第一个 左边第一个图 还跟刚刚很类似 PQS OK 然后呢 一个D A跟B 所以D点 它的下面A点跟B点 好像可以左右移动 可是你不要忘了 它D那边有一根绳索 帮你拉着 所以你动不了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完全限制 而且我有三个方程式 它三个位置数 AB跟D 因此它叫静定结构 这是两个条件都满足 第二个结构 我们现在看 它D点没有绳索了 可是它A跟B 那两点是simple support 前后上下 左右上下都不能移动 也不能转动了 为什么 你们说那可以转吗 你不要忘了 因为它是一根整个架子 两端固定 如果只有左端固定 它可以转 可它向右端也固定 所以它也不能转 因此这个是一个 complete constraint 可是不幸的是 它有四个位置数 A跟B各两个 因此它的位置数 超过了我的方程式 因为我只有三个方程式 所以这个叫静不定 这种问题 将来它不是不可以解 它要配合材料力学 你们在大二下会学到 怎么解这种问题 再在静力学 它就要超过范围 位置数太多 它静不定 第三个case 你们看还是一样 它D点没有绳索 可是它A跟B 是个roller 这一看你就知道 而且它这个PQS的力量 有往左边推 所以很明显 这个架子 在这个受力下 一定会往左边 你们荧幕看到了 左边一动 它会滑动 所以第一个 它就不是complete constraint 所以就一定是进不定了 然后它的方程式 分成位置数 它有两个A跟B 注意 它的这个方程式 平衡方程式 它的平衡方程式 也只有两个 因为这种题目之下 summationFX不等于零 所以这个等于是个 动力学问题 summationFX不会等于零的 所以方程式 跟位置数的数目是一样 但是因为它是进不定结构 它是不完全限制 所以它还是进不定 第四个case 你们看它在中间 那个点一 又加了一个支撑 所以它有三个位置数 但是还是一样 它就会往左跑 所以呢 它是不完全限制 而且它的位置数 大于方程式的数目 三大于二 因为它还只有两个方程式 summationFX还是不等于零 所以是属于进不定 最后一种 你们看 它A点是个simple support 不能移动 不能转 左右上下都不能移动 但是它在B点跟C点 各有一个轮子 所以你们仔细看 这个图形可以绕着A点转动 它不能移动 但它可以转 可以以A点为中心旋转 因此它也是不完全拘束 它有四个位置数 但是这个人也只有两个方程式 因为summationMA不会等于零 它只有summationFX等于零 跟summationFY等于零 所以方程式跟位置数数目不合 这也叫进不定 所以我们在强调 我们在尽力学的这个课程上 我们只能处理静定问题 一定要完全激素 而且方程式的数目跟位置数 要斗得起来 有的时候你会碰到某些题目 就叫我们判断 它是静定还是静不定 然后静不定也分成两类 一个是动力问题 一个是变成材料力学问题 刚刚这五个例子 你们课本上都有 可是这五个例子里面 我再说明一下 第一个是静定 第二个是材料力学可以解决的 剩下三四五都属于动力学的问题了 都变成动力学题目 好 下面我跟各位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你们课本上的第三个例题 那单程 它现在在那边 你们看右下角这个图 它有一个斜坡 斜坡跟垂直线的夹角是25度 然后这边有一个载货车 它的重量是25000牛顿 2500牛顿 25000牛顿 对不起 25000牛顿 然后这个25000牛顿 重心题目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符号 就是重心的符号 它的重心高度离斜面 距离是750mm 然后离它的左右两个轮子 都是625mm 那是重心所在的位置 但是不要忘 它是朝下 然后这个如果没有那根绳子 没有左上角那个揽绳 你们就知道 这个货物车一定会顺着斜坡往下 我像一个揽绳把它拉住 所以使得货车 这个货车刚好就停在这个位置 那题目要问的就是 这个揽绳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揽绳所受的张力是什么 以及这个斜面 给两个轮子的反作用力是什么 记住啊 一般来讲 我们只要画的是轮子 代表一件事 就是我们这样的情况 它是轮子 代表不会有摩擦力 所以反作用力只有一个方向 记住 而且是朝向轮子的方向 地面 因此呢 我们来看 第一步 这是固定的 第一个 我们刚才讲的 画出自由体图 所以自由体图 就下面这个 有一个揽绳 方向我一定知道 一定朝左上角 这个方向是固定的 我给他 我不知道大叫 我给他一个符号 就叫T 然后这两个轮子 地面给他反作用力 也一定是这个 朝这个方向 因为是地面的 一定是一个压的方向 我们分别叫RA跟RB 然后呢 所有的尺寸 还是一样都移下来 然后很重要的 原来题目没有给坐标系统 我们在这边呢 给他一个坐标系统 我们坐标系统 第一点 圆点 我地带所谓的A点 你们仔细看A点是哪一点 就是我RA A跟T的交点 我把这个当圆点 这圆点是我自己选 然后我取斜的坐标 就是沿着斜面是X轴 垂直斜面的叫Y轴 这个有两种选法 一个就是沿着斜面选 一个你也可以说 水平方向叫X 垂直方向叫Y 刚刚下课有几个同学问我这个问题 我什么时候该选什么 我们现在告诉各位 没有规定 如果这个题目 你用这个当坐标 抱歉 这是Y 没有人会说你错 只是差别在哪里 我们先看 我原来写的这个斜的坐标 我第一点 因为我这个重量 两万五千牛顿的重量 一定是朝下 它不是X方向 也不是Y方向 所以第一步 我们要算出来 这个重量 沿着X方向的分量 跟沿着Y方向的分量 所以WX是等于两万五 乘上cos25度 因为斜面跟垂直 垂直方向就是W的方向 夹角是25 然后沿着Y方向的分量 就是两万五乘上sin25度 因为是负Y方向 照我的坐标 所以是负 反过来讲 如果你选择是这个坐标 那我的W就很简单 就是负的两万五千朝下 负的两万五千结 那反而变得比较简单 所以你选这个坐标 处理重量的时候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你真的选择是这个坐标 那RARB呢 你就要找它的sin和cos 包括T 所以这是看你自己 你选斜的坐标 很明显 T就是沿着X方向 RARB就是沿着Y方向 所以它的方向就很明确 但是W你要找出X跟Y的分量 反过来讲 你选我下面 这个水平跟垂直的 那W很简单 就是Y方向 但是T RARB 你就要分别找出 它们在X跟Y方向的分量 还是扯到3 不管怎么做 你都有一部分的外力 会扯到3cos 看你喜欢哪一种 那这边来讲呢 为什么会选斜的会比较好 这是一个比例原则 因为你如果写的是水平的 你T跟RARB 都要算sin和cos 你选的是斜的 只有重量要算sin和cos 一看就可以解决 所以这一题来讲 是选斜的比较好 但是你要选这个坐标 照样可以做 所以包括解答 它就是看它高兴 没有一定的原则 你只是看 哪个你觉得比较审视 就是选坐标的原则 就是包括选原点 题目没有给 你就照题目 像正题是没有给 你就选你审视的地方 好 我们这个出来以后 剩下的你们看 第一点 记得我有三个位置数 T RA跟RB 然后呢 我就A点 就是我T跟原 也就是原点 是我T跟RA的焦点 我一开始我就先选 对A点取利据 如果我对A点取利据 T跟RA 这两个位置数就不见了 只剩RB 所以我们可以列出方程式 那剩下的重量 有关的只剩下 WXWY WY跟我RA 会出现方程里面 所以我们先算出来 WY对A点的利据 就是WY的大小 乘上它的距离 0.625 我们算成公尺 然后因为是顺时针 所以我们写负的 负的WY的大小 乘上0.625 然后再加上WX 对A点的利据 它的利据 它的利币是750-600 所以剩0.15 所以是负 因为也是顺时针 图上一看就知道很明显 WX对A点率是顺时针 所以是负的WX的大小 乘上0.15 然后最后再加上RA 对A点的利据 利币是0.625的两倍 所以是1.25 然后因为是反时针 所以是正的 然后立刻的 我们就可以把RA算出来了 注意 因为这个题目 只有给角度 没有给坐标 所以你后面结果 要把它的方向标出来 RA跟水平轴 它的方向 箭头都不要标错 一定是这个方向 我讲的 RA一定算出来是正的 所以跟水平轴乘25度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B点起率 一模一样 B点起率 首先是WY 对B点的利据是正的 所以我们是正的 WY的大小乘上0.625 可WX对B点的利据 还是顺时针 所以是负的 然后RA对B点的利据 顺时针 所以负的 负的RB乘上1.25 等于0 马上就可以把RB减出来 我们没有解决 另一方程式 然后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已经对这两点取利据了 A跟B 记得AB是在一条线上 所以如果我要最后找T的时候 第一点 我下一个不能做的 就是Summation FY等于0 Summation FY等于0 一定是无意义 因为Summation FY Y轴跟AB是垂直 你已经选了A跟B 可你可以Summation FX等于0 X轴是跟AB平行的 没有违规 所以第三个Summation FX等于0 很简单 它只有T跟WX 所以T的大小就是WX 然后这个角度 是跟水平轴 乘上90-25等于65 就出来 所以这一题我们就是用两个点的利据 加上一个方向的外力分量和 这个是一般我们简直最常用到的 大概都是这一类一般来讲 先用点就是我们讲的 找两个位置数的焦点去利据 好 这一个 但是在做二维钢铁平衡的时候 有两种特殊状况 你记得我们刚刚跟各位讲过 说如果一个杆直在搭着另外一个杆直 我们说力量可能是拉力压力 但我强调这个重量不能算 原因就在这边 看好 如果有一个工作件 不管什么形状 它只有两个点 有受外力 就是力量只中用在两个点 这个我们叫做 Two Force Member 中文就叫做二力构建 两个力的结构建 构就是结构的构 二力构建 这种情形之下 你们旁边注明一下 一般来讲 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工作件的重量不算 记住 它两点不一定要在两端 它反正就是这个工作 比如说这边一点受力 这边一点受力 就工作件上任意两点 然后我们通常就是假设重量忽略 重量很轻 我们忽略 一个工作件 如果忽略它的重量 只有在它的任意两点上有受力 我们叫二力构建 如果是二力构建 这两个力会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图形 你们先看左边的第一个图 先看左边的第一个 这就是一个工作件 任何形状 两端是外力 我本来假设它的两端力量 是这个样子 随便画 但是不要忘了 第一点 这个工作件 如果是平衡 它对A点的力距 一定要等于零 如果对A点的力距等于零 你们仔细看 FA是不会出现的 那只有FB 所以代表 FB的作用线 一定要通过A点 否则它对A点的力距 不会等于零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FB的外力 大小多少我不管 但是它的方向 它的作用线 一定平息于A跟B的连线 第二图形意思就是 因为工作件平衡 我对A点的力距 我对A点的力距和等于零 对A点的力距和等于零 代表B点的外力的作用线 一定要 它作用在B点 但它的作用线 一定要通过A点 所以它的作用线 一定是AB的连线 就变成我们图形 现在所画的这个样子 第三个图 那如果我又说外力和等于零 那就代表A点的力量 因为只有两个力量 A点的力量 一定要跟B点的力量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才会等于零 所以结论是下面这个 我的这两个力 就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而且我的作用线 一定是AB的连线 一定是AB的连线 因此这是结论 所以我们最后就说 如果一个工作件是二力构建 我在强调你们讲 课本讲一定要注明 二力构建的基本假设 是我忽略这个零件的重量 只要零件的重量有考虑 绝对不会叫二力构建 所谓的二力构建 有一个零件 我忽略它的重量 然后这个零件上面 只有两点有作用力 那这两点的作用力 一定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而且作用线我知道 就是AB两点的连线 因此只要是二力构建 它的力量的方向 我是知道的 这个图你们课本没有 我另外抓的 像这种 这个弓箭 受到就叫做拉力 这种就叫做压力 就是挂钩也是一样 它的力量 超级 可是永远是重线 一定是AB的连线 只要是二力构建 你就会知道它的方向 也就是说 虽然有两个力 只有一个位置数 就是大小 因为它的方向 也是知道的 这个叫二力构建 好 这个天 你们现在 我们回到 跟各位 等一下 应该是这一页 这个叫二力构建 我再强调 二力构建 就是忽略重量 然后只有两点 有外力 因此你只要看一个题目 发现它中间有一个是二力构建 你就会知道 我的作用力的方向 就一定是AB两点连线的方向 这个方向你是已知的 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三力构建 就是如果一个工作件 只有三点受力 我们就叫三力构建 三力构建就要注意 这个时候通常 常常讲的就是如果有一个工作件 你不 两点受力 你不考虑重量 我们把它叫做二力构建 你考虑到这个工作件的重量 它就变成三力构建 那三力构建呢 也会有一个特色 你们看这个图 左边一个点 它有ABC三点受了外力 首先第一步 我可以找到低点 就是A跟B的作用线的焦点 这一定有 是低点 那既然这个是平衡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对Sumption MD会等于零 可是如果Sumption MD等于零 因为A跟B已经抽过D了 只剩C 那C的作用线 是不是一定要通过D点才可以 才会等于零 所以结论就是 这三个力会共线 共点 三个力的作用线会共点 如果是三力构建 一般来讲 结论一个 如果一个工作件 是三力构建 这三个力的作用线 一定会交在同一点 像前面的这个图所示 一定会交在同一点 这叫三力构建 但是 下面是你们自己做一下讲义 课本上没有 三力构建 还有一种特殊状况 它不会共点 就像我下面画的这个图 一看你们就懂 如果这三个力 是平面力量 第一点 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 空间的也是照样适用 只要三个力是共点 可是特殊状况 这三个力如果是平面力 二维的 而且这三个力是互相平行 就像这边的PQR所示 只要它满足这个 这个PQR的大小 距离满足这个结果 它们也是平衡 这是特殊状况 就是一个平面的 平面的物体 如果力量是这样子分布 它是三力构建 它会平衡 但是 它不会 作用力 不会共点 这是特殊状况 你们自己画一下简图 很容易 这是特殊状况 唯一的特殊状况 一般来讲 只要力没有互相平行 三力构建 一定交在同一点 好 下面这边 我们跟各位做一些补充说明 先谈二力构建 还记得 我们刚刚在第一节的时候 跟你们谈到 钢体的那个反作用力 我们说 如果这边 那时候我就讲 如果这有两个杆子 忽略重量 因为忽略这个杆子的重量 这个杆子 就只有这一点 跟这一点受力 所以这个时候 我画右边这杆子的自由体图 我知道我的力量 一定是这样子 只是这个是正是负 我不知道 是正 表示这个 这个互相之间是拉力 是负的 算才是负的 表示之间是压力 但是你就可以这样子假设 因为我忽略了这个重量 可是如果 左边这个杆子的重量 我要考虑呢 而且 我们就是这样 这边是固定的 假定左边的重量 我要考虑 记得 左边的重量 我要考虑的时候 你画右边的自由体图 这个就绝对是错的了 所以这是第一点 如果图形像左边这个样子 如果 左边的这个杆子的重量 我有考虑 这个图就是错的 它的力量不会沿着杆子的方向 左边的重量 我忽略了 它才是压力构建 我就可以假设是 外力是这个方向 那如果重量考虑的话 我右边的自由体图 我应该怎么画 这还是一样 我们就必须假设成这样子 因为我 这两个变成两个位置数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的方向 所以我要假设成两个 不能够这样子 那你们说左边这个不是三力构建吗 没有错 虽然是三力构建 但是因为我只知道我的重量朝下 我这一点的外力我也不知道啊 如果我们看左边的杆子 如果重量我知道 然后我知道 这一边的杆子的作用力 假设我已经知道了 这边的杆子的作用力 假设是这个方向 我已经知道了 那我可以把这个连线 这个连线连起来 我就说这一点 一定朝向这两点的连线 这时候才可以 所以三力构建并不好用 三力构建的条件是说 如果你已经知道 三个力量中两个力的方向 那你把这两个力的重量线的焦点 那我第三个力的重量线方向 我就知道 如果说都不知道的话 我们要假设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呢 给各位举一个例子 这我以前考试考过 这是一个弯的管子 交在这边 好 这边还有重量啊 其他的外力我不管它了 我画这个板子的自由体图 注意 差别就在这 如果我忽略重量 我说这个重量我忽略 那这个杆子的自由体图 我就可以说 这边只有一个位置数 这个方向就从这点 到这点的连线 这是一种画法 如果我忽略了 我忽略这个重量 我知道它是二力构建 所以方向我知道 只有一个位置数 反过来讲 我还是忽略重量 结果你们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注意到它是二力构建 那很多同学那时候考试的时候 很多同学的自由体图 这边就画成了这样子 这就变成两个位置数 结果呢 事实上位置数就多了一个 变成了四个位置数 然后嘛 很多同学就在乱解一通 就在乱做了 这个就是注意 在做二那个 应用力钢体平衡问题的时候 首先拿到题目 赶快先检查 尤其是题目一告诉你说 忽略某些零件的重量 你马上要做的第一件事 听我讲 忽略零件的重量 只要有这句话 有这个假设 你第一件事就是检查 那些零件 是不是二力构建 因为这个时候 你只有一个位置数 不是两个 你忽略掉这一点 你画出这样子的自由体图 你很可能会解不出来 因为我可能这边还有两个位置数 你一下就会多一个 反过来讲 如果说题目是说 这个的重量要考虑 要考虑 虽然你在画这个自由体图 没有考虑这个重量 但是这边你就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你已经不知道我的方向 因为这个已经是三力构建 你不能确定真正方向 你只有假设 AX AY 类似这个样子 这是要注意的 我来强调一下 任何时候 只要题目有告诉你说是 忽略某些零件的重量 你第一个先检查 它不一定是 但你一定要先确定 它是不是二力构建 只要是二力 因为常常题目就是故意给你这个trick 因为只要它是二力构建 你就会知道它的方向 你少一个位置数 不是二力构建 你的假设面就必须要这个样子 这是它这两个之间的一些差异 同学们 这个要特别的注意 二力构建 那至于三力构建 那就看 我们等一下 我们可以告诉个 三力构建 通常各位不要太注意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题就是一个三力构建的例题 我们先照三力的构建例题来解 你会发现它还蛮啰嗦的 你不知道它是三力构建 你可能解这题还方便一点 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照会做个简单的比较 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你们课本上第六个例题 这个题目很单纯 有一根杆件 AB 它的质量是十公斤 我们先 对 十公斤 然后现在 A点 是顶在一个墙角 然后有人呢 在B哪一个绳子 要把它拉起来 我们现在问的就是在现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杆件 AB 跟水平轴的距离是45度 层的角度是45度 然后这个绳索 跟这个杆件之间的角度是25度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要问 绳索的张力是多少 以及作用在A点 的反作用力是多少 在A点的反作用力 记者A点反作用力 不一定是沿着AB方向 因为他已经告诉你 杆件的质量 是十公斤 表示 这个东西 要考虑到重量 因此虽然只有在A点B点受力 可是 他这个是三力构建 不是二力构建 那后面补充一下 忽略A跟B的摩擦力 所以这边只考虑 因为这个墙壁你们看 是一个垂直 赶在这边 所以这幅将会给他一个合成的力量 那这个来讲 首先我们先看 就是明显的第一点 它的重量 只要是 一定要化成牛顿 所以是十公斤 乘上9.81 先变成98.1 流顿 从自由体图我们看出来 这是一个很明显 四个三力构建 左边的自由体图 它一个是T的力量 然后嘛 这边的反作用力合起来 我们叫R 可是呢 这个R的方向 也就是R的方向 跟水平的夹角 是R法 这是我们讲的 它有两个位置 你可以写说是 水平方是RX RY 可是因为它要凸显 它是三力构建 所以我们就说 R的作用线方向 跟水平轴的夹角 是R法 所以位置数 这边的位置数 就是R R法 跟T 因为是典型的三力构建 所以我们第一步 我们要找出R法 R法等于几 也就是我的A点 因为题目问的是 A点的反作用力 也就是这个反作用力的作用线 跟水平中的夹角 我们先找出了R法以后 剩下这个三力构建 要找到T跟R 就很容易了 唯一的 我们现在看 找这个R法 并不简单 现在看 这是自由体图 这是下面一个比较详细的 第一点 我们就讲 因为是三力构建 我们先看 假设我的重量 它的长度四公尺 重量就在中间 两公尺地方 我的重量的作用线 跟外力的作用线的焦点 叫C点 因为这就是三力构建 我讲的 我知道T的外力方向 知道我重量的作用线 所以我会找到焦点是C 找到焦点是C 因此R的作用线 一定就从A到C R法就是AC跟水平轴的夹角 所以我们会先A点连到这个C 那我要知道A法 很明显 我这个C做的垂直线下来的这点叫E 我要知道A法就要知道A1跟C1的距离 你们看左下的图 我要知道A1跟C1的距离 知道A1跟C1的距离 我就会得到A法 可是我要知道C1的距离 事实上我这边B点也可以做一个垂直下变F 然后我这个C水平的距离 这个叫D 因此C1等于DF DF就是等于BF减掉BD 因此我们要找到A法 要知道A1跟C1 可是要知道C1就是BF减BD 我就要找到BD 所以这个整个步骤来讲 蛮啰嗦的 那我们先看 第一步 A点到A辅点 因为这边的角度是45度 所以这是等于二三角形 所以A点到A辅点 跟B点到A辅点的距离是一样 就是等于四公尺乘上口塞45度 这我们的第一行 那第二个 我的A1也就是等于我的CD 也等于我的EF 所以我可以先算出我的AE AE等于AF的一半 所以AE等于1 2 AF 所以我AE算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C D B 因为BF我也知道是多少 可是我要知道C点到E点的距离 就是要BF减掉我的DF 那我要先算出BD 因此我们考虑三角形C BD 看那个小三角形C BD 我知道C D的距离了 然后角B的夹角 就是25度跟75度 为了25度跟45度 合起来是70度 因此第三步 我们这边知道 我那个BD 是等于CD乘上Cotension的70度 这个的结果 是依据 这个结果 是依据三角形C D B而过来的 记得C B跟BD的夹角是70度 25加45 好 那我这些都知道以后 剩下就很简单 所以第四步 也就是我们的C到E的距离 C到E的距离 也就是等于BF减掉BD 所以知道了 那A到E C到E都知道 我的α就是Arctension的C1 除上A1 因此最后算出来 是58.6度 我α终于出来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这个的几个 你们现在看 写完了好像很简单 如果只是叫你 只是看到这个图 画出这个图 再把这α解出来 要一点功夫 如果我α知道的话 这个 所以 我们现在这边得到 因为这三个构建 所以三个例 就是这个重量 98.1的流顿 98.1的流顿 加上我这个反作用力R 再加上我的这个T 构成了一个封闭三角形 然后我的R 跟水平中夹角是58.6 所以旁边这个角度 就变成了31.4 那因为刚刚 这个绳索 跟水平中夹角是20度 这是45度 所以45度 因此呢 这边的这个线 跟水平中夹角是20度 这本人是20度 那合起来是58.2减20 变38.6 这边31.4 这边38.6 这个角度就变成110度 这是第二个 也就等于说 我们解这个问题 第一步 我先要从这边 先找出我的α 我发展它是三列构建 第二步 我要再把这个三小轻给画出来 这个出来以后 我们就利用正弦 利用我们的正弦定力 所以我可以知道 我的T比上扇影的31.4度 加上呢 我们的R R比上扇影的110度 等于我已知的外力 98.1 比上扇影的38.6度 那我就可以把T跟R算拆 这就很简单 但是这个就是 我已经发现它是三列构建 好 就这样子做 可是各位现在自己想一想 我回到前面这个图 我等下会重画一下 假定依照原始的这个图 原来的这个图 如果说我变成这样子 你们看 这是我的杆子 然后我说这边有一个T 这是T 然后T跟这个水平轴的夹角 你们看你们原来的图 是20度 然后我这A点这边呢 这边有一个重量 朝下 98.1 A点这边呢 我就说反正是AX AY 就这样子 那你们看 那我一开始 我是不是从Sumption MA 等于 我从我的Sumption 重来 我Sumption MA 等于0 我是不是就可以解除我的T 然后我Sumption FX 等于0 Sumption FY 等于0 不是马上就把我RX RY解完了 我就算不知道是三里构建 我传统的做法 简单得多 你们课本上的例题 第六个例题 只要强调三里构建 但这我讲的 你们知道什么三里构建 但是不见得要特别去抓说 三里构建 的三个例是共于同一点 你真正的 你用这传统的方法做 比较一下哪个块 你们回去试一下 就会知道 我还没那么多角度问题 因为T跟水平轴夹角 不要忘了 因为这条线 45度 说这边45度 T跟杆子的 25度 跟水平轴夹角就20度 所以T的X方向分量 就Tcos20度 Y方向分量就Tsin20度 所以我对A点取例句 马上就把T给做出来了 这边只要告诉各位 真正在 不管你是实际做事还是考试 注意去找二里构建 不要他专心去找三里构建 所以我要强调 第一点 只要人家说不考虑重量 你就要遇到 尤其是考试的时候 像习题 一看不考虑重量 你就要看 这中有没有二里构建 因为知道二里构建 你会少一个未知数 比较有机会解出来 但是不要去想三里构建 不要去搞三里构建 这边这个例题应该主要目的 我个人认为是让你们了解 知道三里构建有多啰嗦 宁愿不知道 还简单一点 不知道我A点就是AX AY 还比较好做 这给各位做个参考 下面 耽误各位两分钟 我们这边有一个想想看 也是大家看一下 我们记得 这实验是有一个受力建 OK AB 等一下 ABD AB是一个杆子 我们不考虑重量 可是它A点是simple support 然后E点跟F点 分别有一个外力 然后接着BD是一个绳索连着 距离我都标在下面 尺寸我们通通知道了 我要解 很明显它的未知数有三个 一个是A点的反作用力 AX AY 还一个就是在B点作用的绳索 T的BD 绳索的张力T 朝的D方向 那三个外力 我们有三个未知数 三个未知数 我们要三个方程式 我们题目问的是 下面呢 我们有五组方程式的选择 哪一组 分别你们就看 ABC 哪一组 它的方程式 得不到 没有办法把三个未知数 完全的解出来 那我有讲负选题 表示这五个里面 至少有两组 它是 我讲的是至少 至少有两组 它是错的 OK 至少有两组 它是错的 给大家两分钟 想一下 然后我们举手 认为A可以解得出来 我们就A A是错的 请举手 B是错的 这是考考大家的一个观念 很简单的观念 就是你有五种方程式的选法 其中有几种 它没有办法把三个未知数 通通通解出来 认为A是错的 同学请举手 没有 好 A是对 没有错 认为B是错的 同学请举手 C是错的 同学请举手 其他都没有反应 还是没有 还要时间再想一想 怎么ABC都没有人 在举手 C C有一个同学举手 好 三个 没关系 好 请问举手的同学 还是一样 答对的话 总分加一分 要举手快 C应该是错的 为什么错 刚刚 第一个 有没有人要回答 第一位 刚好你举手了 为什么你举手 因为那个 D跟F的连线跟DD垂直 对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第三个是 取一个方向的外力 分量和等于0 跟两个点 但那两个点 能跟你取的外力方向垂直 如果垂直的话 你们回去 可以自己试的算一下 那个取B 那个取那个D 跟取那个F是一样的 所以C是错的 D呢 认为错的请举手 F呢 最后一个认为错的 请举手 你 也是大 有能举手吗 有 几个 多一点 好 谁要回答 最后一个为什么错 请说 对 有一个举手的 请说 大声一点 对 最后一个选项 错的原因是 虽然选三点 但那三点贡献 我刚刚强调的 要取三点 三点绝对不能贡献 我再强调一下 如果 你的方程是选一个 沿着某一个方向的外力分量和等于零 以及任何某两点的力据和等于零 这两点绝对不能够跟你取的外力方向垂直 如果你要取三个点的力据和等于零 这三点绝对不能贡献 我再强调一下 否则你会发现你在做白弓 你是白做的 我再强调一下